第3隻眼睛 大家好 第3隻眼睛帶來看世界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說說 派克在6月15日的節目裡 所做的最新一期預測內容 派克說 今天我們將會談論一些話題 其中涉及的內容包括 特朗普、伯利斯沾森和烏克蘭戰爭 以及其他話題 對於那些不瞭解的人 我在過去幾年裡做了很多的預測 其中有一些已經應驗了 又或者是正在應驗中 有一些預測就是錯了 但是也有不少預測命中率是很高的 就比如說特朗普目前的遭遇 我在之前也曾經預測過 對於拜登 我之前預測過他會跌倒 而他確實是跌倒了 拜登經歷了一些重大的跌倒事件 派克說 另一個我也說過 蘇格蘭國家黨的領導人 是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不僅會倒台 而且他還會離職 因為他將會被刑事起訴 在英國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他是蘇格蘭的一大恥辱 無論你是否同意蘇格蘭獨立的原因 我認為尼古拉斯做的並不好 看到這個女人的傲慢 看到她最終被迫說出真相 實際上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預測了這些 你還記不記得我之前說過 今年較早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到這種情況了 我看到這個將會為英國工黨帶來復興 那些因為所發生的事情 而受到威脅的席位 很可能會轉向工黨 我認為這個將會在下一次大選中發生 今天我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了 但是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 牌克說 我在一年多之前 就已經說到特魯多了 他會被揭發接受中國的巨額賄賂 雖然我對加拿大的新聞關注不多 但是我確實看到關於特魯多的很多風聲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難擺脫權力的人 一旦這些人掌握了權力就會很難擺脫 普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很快就會說到他了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預測過 我說過普京會倒台 另外我在今年初也說過這個觀點 我說中美兩國軍隊之間 可能會發生某一種衝突 牌克說當我說衝突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一種近乎於碰撞或摩擦 我說的是兩架飛機可能不會相撞 可能是潛艇或者其他東西 會有某種非常接近的情況 這個可能會引發台灣的全面衝突 好了我們經歷過 我們有過兩艘船幾乎擦肩而過的情況 也有過非常接近的險情 這些情況在新聞上都有報導了 比如說飛機幾乎相撞 差點就造成重大事故 我看到的是不是可能是這些情況呢 這個又是不是將要發生某種事情的預兆 它會不會再次發生呢 如果像我說的那樣 兩艘潛艇在海上相撞 或者意外開火 會不會引發整個局勢的升級呢 我覺得這一場衝突 中國目前還在克制著 可能會逐漸地升級 而且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香港可能會再次出現一場 我應該怎樣去命名它呢 就起義了 我感覺這一切都被鎮壓了 但我有一種感覺 隨著聖誕節的臨近 我們可能會看到類似的事情發生 好了 讓我們來看看 我一直在考慮的一些想法 我這裡有一些不忌 但我想盡量自由地和你們交談 不要忘記提問 發表你們的評論 我想知道你們的問題 這樣我才能夠在適當時回答所有的問題 法律官司 首先就是阻止特朗普競選 達到了目的之後 就會再考慮推選另外一個總統候選人 或者會將金賴迪作為候選人 民主黨瘋了 所以才會將拜登放在這個位置上 派克說 特朗普被指控違反間諜法 他立滿為什麼拜登也好 克林頓也好 都會將機密檔案帶回家 或者他們都沒有受到這方面的法律培訓 但為什麼拜登和克林頓都沒有受到指控 而只是針對特朗普呢 派克還說 我們還能夠相信我們的體制嗎 是不是全部都已經腐敗透了 他感覺到黑勢力是中國 俄羅斯 歐洲和美國都有 而且是深層的腐敗 這些所謂的精英 他們從來就沒有在意過普通的百姓 派克說 我沒有看到特朗普被關在監獄 他們只不過是想通過這件事去阻止他競選 對特朗普來說難度非常大 但是想阻止特朗普的人 也沒有想到這件事反而幫了特朗普 變成了好事 這個也是特朗普的個人之處 更多的人會轉移支持共和黨 特朗普的支持率會攀升 尤其就是越來越多的黑人也開始支持特朗普 2022年 派克提到過會有一個混血的有色女人去幫助特朗普 他認為或者是Kerry Lake 他解釋說他只是看到了局部 並不是全部 但是他接著就說2024年的大選 依然是充滿了變數 非常複雜 如果特朗普獲罪的話 會有一個有色的女人 做特朗普想做的事情 但是派克建委 特朗普是會贏的 會有第二個任期 接下來派克對普京的未來 進行了預測 關於普京 派克曾經說過 普京會下台 首先就是身體出現狀況 然後下台 但是目前似乎還未出現這些跡象 但是普京的內部 已經開始出現動盪了 尤其是雅加納開始對抗普京 派克看到一些核武器 已經運到去白俄羅斯 但是他說 最終這些核武器 是沒有用的 而且他堅信 普京最終是會由於身體的問題 被政變者趕下台 一年前派克就曾經說過 加拿大總理特朗多 從中共那裡拿了很多錢 他說 儘管我沒有一直跟蹤加拿大媒體的報導 但是我確實看到了很多關於特朗多的事情 他的權力會被動搖 2022年底的時候 派克就說過中美軍隊之間會有衝突 那些已經認爲了 他認為中美之間 隨時都會有可能擦槍走火 派克認為很多事情都有幕後操縱的跡象 就好像特朗普和烏克蘭戰爭 都存在著很多幕後交易的跡象 很多政客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都在著獨摸於做些什麼 所以幕後有很多的事情正在進行 涉及到軍火銷售和金錢交易 派克還說 或者是在香港 會再次發生暴動 或者會在聖誕節前的這段時間 派克還重申 今年秋季 歐洲和英國會有很大很大的洪水 世界經濟會有短暫的復甦 但是到了11月份會逆轉 10月份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月份 派克說 我覺得10月份將會出現更多的台灣衝突 我之前提到過 我認為今年10月會達到臨界點 不知道大家還是不是記得 派克在2022年多次預測 中共會在2023年底侵台 但是未來又是否正如派克所預測 我們就唯有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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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認識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有些人 我們下次見 你來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